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木子梦玩世 我是老李 那么最近呢 我把招和骑士的SSA收的是差不多了 所以说呢 打算把这些经典的作品啊 给大家按照顺序来介绍一下 在停久之前呢 我评测过了SSA的一号 那么本期这位呢 国内的玩家应该会因为某一个儒雅随和的梗 对他比较熟悉 甚至有可能因为这个梗呢 他成为了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招和骑士 作为假面骑士历史上的第二部作品 V3在1973年初开始放送 并且呢承接了初代的剧情 有了初代奠定的观众基础呢 再加上V3精彩的打斗以及优秀的人物塑造 让他成为了骑士历史上的收视率巅峰 达到了夸张的38.2% 可以说是招和时期最受欢迎的骑士之一 那本期咱们就来说说这位招和B王 那这款SSA的V3呢万代出过两个版本 一个是不可动或者说微可动的手办 就是今天咱们介绍的这款 那么还有一款呢是可动的 跟骑士人的一个套装 那么这两个版本呢最大的区别就是 不可动的版本呢有一个非常精致的怪人尸体的地台 同时呢多了一个精彩的透明部件的替换 以及呢精细的这个改造人的内构 然后可动版本的话呢是套装 所以说它没有地台 它也没有这个生物的内构 同时呢也没有半透明替换的零件 这个围巾呢也不会像这个不可动版本来的这么飘逸 其实呢买可动版本主要就是为了买那个骑士人啊 因为骑士人他并不单卖啊 只能买套装 所以说呢这还是万代的一个日常骚操作 那么这款V3的初版发售有2000年 再版的话呢是2008年发售 然后再版比初版呢多送了一个纪念牌 其他的话是没有区别 如果想收的话 我感觉哪一个版本都是OK的啊 都是没有问题 V3的主角是封建智郎 在第一集呢就被反派迪斯特隆杀了全家 非常的悲惨 然后呢遇到了一号跟二号 说大哥们把我也变成改造人吧 我要复仇 但是呢两位前辈呢深知改造人的悲哀 这个命运啊 所以说拒绝了他 但是呢后来这个一号跟二号落入了 那么V3讲述了一个主角 从一开始是复仇之鬼 到慢慢的理解到自己的责任跟大义 然后最后成长为英雄的故事 那么稍微交代一下故事背景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的细节 首先呢V3呈现出一个看上去非常简单的啊 身体前倾往前走的动作 那么他虽然只是往前走 但是呢却透出一股令人畏惧的气势 此时的V3沉肩垂肘 看上去非常的淡定 那么整个肩部跟背部的肌肉完全打开 腰板挺直 双眼目视前方双拳紧握 同时呢向后飘起的围巾 带着一股索相披靡的狠劲 拉开架势准备战斗 再加上这个怪人的尸体地台 那么这个怪人呢 是V3里很经典的一个怪人干部 叫纪博士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怪人的头头 他的脸呢已经被V3直接干成了骷髅 然后肚子也被打烂了 武器呢也散落到一边 就好像V3呢已经三拳两脚 解决到了怪人的干部 正准备迈向下一个目标 亲人被杀害的怒火 让V3对待迪斯特隆 没有丝毫的迟疑跟怜悯 那么这种气场呢 用几张图片可能更好表达 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 当我这死 早期的SSC可以说款款呢 都包含了设计师 对于这个题材的个人诠释 同时呢也把原作中 独有的风格跟精神 进行了完美的表达 那么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这个身体的细节 处理的怎么样 首先呢头部 针对原作中的V3形象 进行了大幅的优化 那么第一个 就是让头盔变得更具流线型 那么实际上呢 07年的The Next系列当中的V3 应该就是对SSC这款 进行了一个参考 嘴巴两侧的生物细节 让蝗虫的感觉 也是更加明显 同时呢 它这个面罩是可以打开的 里面有一个真人脸的刻画 可以看到它这个坚毅的表情呢 也是做的非常传神啊 跟这整体的气场的话 非常的契合 我本来以为人脸的部分呢 应该会偷懒 去沿用这个一号的 结果呢并没有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用心程度呢 绝对值得拍手称赞 然后在一号胸口上 那个惊艳的改造人细节 也得到了继承 当我们把胸甲抠下来之后呢 就会发现在胸口内 丰富的人造骨骼 以及机械内脏的细节了 那么胸骨部分呢 用的是金属零件 跟这个一号是一样的 那么无论是在质感 还是重量感方面呢 都是相当过瘾啊 只不过胸甲 这个内部涂装呢 比一号还是要稍微差了一点 它做出了细节 但是呢并没有进行涂装 这款说是不可动 也不太准确啊 应该呢属于微可动 那么上半身的关节呢 可以简单的掰一掰啊 不过无论怎么掰呢 其实都不如原本的 那个动作好看啊 所以说这个可动 基本上可以说是 为了方便替换零件 来进行设计的 那么说一下 这款的配件附属 首先呢是带了两个武器 一个骑士人的手 跟一把枪 那么这两个装备的话 应该都是SSC自己的发挥啊 因为在剧中呢 V3从来没有说把骑士人的手 拔下来当武器用 那样的话实在是太血腥了 对吧 然后这个手枪的话呢 我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 因为在剧中呢 98%的时间 V3都是用肉搏的 各种拳打脚机 所以说不知道是 从敌人手里抢过来的枪啊 还是怎么样 反正说我是没有 这个V3拿枪的印象 还有呢就是三根金属棒子 在原作中呢 确实是在腰间 V3在腰间呢 别着一个类似于 手电筒的一个侦察用的工具 那么这里呢 直接是给了三个 就装备升级了 那么总之呢 大家理解为原创的装备 就差不多啊 那么这些原创的装备呢 放在SSC系列当中 也是正合适啊 没什么不妥 而且它的装备的话 不光是可以拿到手上 也是可以搭载到V3身上的 那么这个设计 也算是挺有心意吧 在搭载上之后呢 那种战事的感觉 就进一步的提升了 那么跟武器对应的呢 就是两个可以拿装备的手臂 通过插拔 这个一进一出 十分舒服的方式进行替换 然后就可以握着这个棒棒了 那么它的配件呢 还有一个透明的替换胸 跟替换头 替换胸的话 是用纯透明零件 然后上面进行了一些 简单的阴影涂装 那么换上之后呢 就好像是一个生物的外甲 正在成熟的感觉 刚开始啊 是透明柔软的 然后呢 逐渐变硬 防御力也越来越强 换上之后呢 整体改造人的那种 半人半机械的生物感呢 会显得更强一些 然后头部的话 也是同样的细节刻画 在透明零件的内部呢 可以隐约的看到 机械或者那种生物的细节 这些配件的加入呢 可以说是丰富了一款 不可动玩具的可玩性 那么同时呢 也给了玩家一个双入的理由 召合的假面骑士呢 都是以单元剧为主的 基本上呢 就是打怪打怪 然后再打打怪 产品之下呢 V3有着一条主线 并且主线的内容呢 在昭和系列中 算是比较丰满的 那么除了封建之狼的魅力之外呢 V3后期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骑士人 说白了就是V3里的二骑 那么骑士人 结成杖二呢 本来是在迪斯特龙那边 但是因为过于出众的才能呢 被这个干部给暗算了 在逃亡之后 然后改造成了骑士人 那么结成杖二 跟封建之狼之间的故事呢 也是很精彩 所以说如果想感受 昭和骑士独有的魅力的话 那么V3绝对是第一推荐 好了 那么本期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骑士人跟V3那个套装的话 请看下集